今年10月19号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点教本史记的新修订版 在全球25个城市30一家书店同步首发 引发了史学爱好者的强烈关注 我们大家也都了解 史记是公认的二四史之首 这些年一版再版热度不减 我们从课本上也都知道 史记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 这十个字大家都熟记 可是我估计很少有人琢磨 它为什么被称为史家之绝唱 史记毫无疑问 是中国史学著作里面的魁首 它是一个记转体的书 我们打开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十表八书 十二本记 三十世家 七十列传 就按我们以往的想象当中 这个史学著作 中国古代的史学著作 你比方说汉书 后汉书 什么三国志 明史 清史 基本上得记录历史的大事 这大事以什么为主线 毫无疑问 帝王将乡 是这里最主要要描述的人物 而且主线 其实就是帝王将乡的大事 你比方说 你比方说这里面 记录本朝的历史 中国古代的史官 不是记录现在皇上 就得记录皇上 他爹 他爷爷 他祖宗 你敢随随便便的就说人家不好吗 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所以往往本朝史官 修本朝史的时候 极尽阿谀奉承 六须拍马之能事 但是我们看 史记 与这个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就是他在写本朝皇帝历史的时候 无论是汉高祖刘邦 还是当朝的汉武帝刘彻 司马迁并没有留多少情面 反而给我们的感觉 有点像专门的写书来声讨他们一样 另外一点 很多史书里边 我刚才说都写的是帝王将相 对普通劳动者 下层人不那么关注 认为他们影响不了历史 但是司马迁不是 司马迁把这一部分人 搁到《七十列传》里边 写得非常详细 认为中下层人 也有自己的能力 影响历史 这个在他之前 在他之后任何的史书里头 即使做到一点点 也很难像司马迁这样 如此肆无忌惮 如此能够知书雄义 我认为鲁迅说 他是史家之绝唱 这个绝字就体现了